大天安 我是黃聰寧醫師 在我們之前的YT頻道裡面 有一集是跟周育污老師一起聊聊 如何讓我們的孩子有好的學習的技巧 跟親子的互動 而在這個做功課的過程 我相信你一定聽過孩子在抱怨當中說 為什麼要上學 為什麼要學這個 為什麼要學那個 學這個以後有什麼用 最近還有一個網紅在網路上 也是問類似的問題說 我活到這麼大了 我實在不知道我為什麼以前要學維基孫 這個很多人就上去圍剿他 可是說老實話這個問題真不好回答 所以今天我們要針對學習動機這個問題 再來跟周育污老師聊聊 我們歡迎周育污老師 大家好 我是如育污老師 又老師你以前問過這個問題嗎 為什麼要上學 為什麼要上學 沒問到這麼高層次的問題 不過我問過為什麼要學三角函數 對啊 那有人給你好的答案嗎 我老實說 我覺得孩子在問這種問題的時候 其實並不是他真的對於 學習這件事情有什麼高層次的理解 或是後攝的思考 純粹是這個東西他學不會或考不好 我們當然很少聽到孩子抱怨 那個他考得很好的科目說 為什麼要學這個 不會 比如說他歷史很會背 然後考試很會考 你就不會聽到他跟你說 為什麼我要背歷史 不會喔 但是他如果算這個數學不會算 他就會跟你說 這個東西對我沒有用 他當然很難告訴你 為什麼歷史比數學更有用 有道理耶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的孩子 其實還不到那種高層次 人生思考人生哲理的階段 他現在跑來跟你抱怨說 為什麼我要學這個 通常我覺得 他其實只是在告訴爸爸媽媽說 我覺得學這個很難 或是我正在學不會 對 很作者 所以你可能要幫助他去了解一下 他到底這個東西是哪裡 搞不懂 這部分 第一步驟是什麼 問老師嗎 還是說 我覺得其實一個很簡單的東西就是 現在小孩子每天都一定要去考試 有嘛對不對 然後你其實光是他每天帶回來的考卷 然後考試的分數你當然會有點心理有譜說 孩子在哪一些科學的好一些 在哪一些科學的糟一些對不對 那你學的比較有問題的科目 你也不是說這一科考不好 就一竿子打到底 就是他就數學沒腦袋 或是他就國語不新 你其實可以看一下 在一份考卷裡面 他其實有不同的提醒 你可以看一下孩子到底在錯哪裡 比如說一份數學考卷來 還是一樣考50分好了 他是亂錯一下這邊錯一下那邊錯 還是他錯的很可能都是應用問題 你有一個領悟的話 也許你會發現他的問題不是數學問題 是國語的問題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就叫做 分辨他的問題出在哪裡 所以我們要幫助孩子 課業進步 並不是只有 當他成績不好的時候 比如說就把他罵一頓 或是學那種厲害的父母給他吃雞腿 可能不是這種 一竿子打翻一串人 或是很極端的做法 而是說 你要分辨他的問題出在哪裡 針對他需要的部分去解他那個BUG 我覺得這樣對孩子來說是 經濟有效的 而且可以快速解決問題的 好 所以其實得到答案了 如果一個孩子跟你說 他為什麼要學這個 背後是他學這個東西很挫折 我們可以幫助他 找到他的這個坎在哪裡 一個孩子跟你說 我不想上學 其實不見得是他不想上學 而是他在學校有一些其他的問題 也許不見得是學習 可能人際的問題 那你就可以看 之前玉如老師跟我們聊 在學校交朋友的那一集影片裡面 也許你就可以得到幫助 所以背後的動機比較重要 好 那我要問一個高層次 的確 像我以前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我知道 我已經大了 可能國高中了 我知道我有一些科目很拿手 我知道我有一些科目 就是要花別人家兩倍三倍的功夫 我才可以學得會 那這個挫折感當中 我並沒有不努力 我也很努力的在不斷的克服 但是我總是有感嘆 說我為什麼要學 假設微積分 這個背後代表的是說 因為他花了我太多時間 我也可以理解這個東西 有方法 可是他真的 太耗時間了 那怎麼辦 如果你已經到高中的階段 你已經經過長期的努力跟挫折 你到了高中的時候 你發現你在某一些科目上 特別學了就會 就特別我怎麼這麼棒棒 可是有一些科目 真的就是花了很多力氣 不行 我覺得你其實已經開始在發現 自己的特長跟性向 我覺得這可能不是什麼太壞的事情 比如說你可以在選組的時候 做一點避開或調整 你可以在選大學科系的時候 根據自己的 強勢弱勢科目來選擇 也許我往這個領域發展 會更有利 往那個領域發展也許更不利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那些 就是已經努力了 還學不會的科目 我自己是講 我自己的態度 當然不是每一個人就是 如果我現在是高中階段 這個是我一定要修的科目 我大概就是保持基本的水準就算了 如果將來不真的去讀這個科目 也許那個科目真的對我來說 不會用到 比如說我真的不會微積分或三角函數 不影響我以後買早餐不會算錯錢 我個人覺得對我生活也許沒有什麼影響 可是如果我今天要讀的是理工科系 我真的需要這個能力 我無論如何勢必要把它克服 那這個時候很重要就是 還是找方法 班上一定有一些天才學霸厲害的人 你就去看他怎麼學 搞清楚那個方法是怎麼一回事 你就會發現以前花費了那個80%的努力 其實是不必的 其實20%的努力你就過了 不過在華人的這個社會當中 就算我們努力努力的米評 這些分數或名次的迷失 但難免這些第一名第二名 前三名前五名 A B 不管怎麼樣排 都難免會影響到孩子的自信心 或說對自我的價值的看法 那家長怎麼樣能夠使力 在讓孩子不是說我們都不要成績 因為這躲不掉 但是在這個模模糊糊的成績當中 讓孩子依然享受學習的快樂 而不是就是被一次就擊垮這樣 我覺得成績這種東西 會被你小孩子的自我概念 我要說一定會 一定會 所以就是我們在跟孩子 做孩子的評價的時候 你就不要單一標準 你如果從小到大 孩子被你讚美的事情 就只有成績這件事情 那完蛋啦 孩子只要成績不好 他人生就完蛋 因為他沒有其他的 可以被讚美的特點 所以我們要分散式的 去看你孩子的亮點 比如說你孩子小的時候 他除了這個好以外 他有沒有別的好呢 他個性好 他帶人好 他玩具很會做 圖很會畫 你各種東西 只要他表現出他的好表現 表現出他的好態度 表現出他的熱情 你都可以讚美 所以他就不會所有的重點 所有的雞蛋 放在同一個籃子 你如果只有一顆雞蛋打破了就沒了 你如果很多顆雞蛋 學業成績這個事情 就是很多重要事情裡面的一環 這個事情 如果萬一他表現的沒那麼理想 還不至於損傷他全面的自我概念 那學業這個部分呢 我也不是每一顆都很差 我可能有幾顆很不錯啊 就其中的一兩顆我比較不行 那這一兩顆我比較不行的是 為什麼 父母就要把他解釋成 因為你還沒有找到合適的方法 或者是你可以再努力 再一次哦 不要把他解釋成他的本質或天分 你把一個事情的結果 解釋成他的努力 跟解釋他的能力會差很多 你如果把他解釋成孩子的能力 那他如果這個事情表現不好 那他就沒做 因為能力是穩定的 可是如果你把一個事情的結果 解釋成是他的努力 那你努力就是可調整的嘛 所以你只是還沒有成績好 你只是還沒有找到合適的方法 我覺得對孩子來說 就比較不至於那麼嚴重的損傷 他對自己的評價 所以成長型思維 所以是由我們給孩子的這種 一點一滴的鼓勵讚美 跟對他的努力的肯定 然後慢慢慢慢堆積出來的 這個是我覺得 可以在孩子上學 或者是學習當中 遇到一些困境 或者是分數上面比較 感到挫折的時候 你可以施力的地方 接到你自己現在 我們今天很難過沒關係 明天我們跟我們今天的比 後天跟我們明天比 我們就不用跟別人比 我覺得也許可以從這個開始 對 還有就是我覺得 我的父母對於課業 不要在意到這麼過分 比如說你們家孩子 打不打電動呢 孩子會不會因為打電動 稍微這次沒有過關 他就挫折 傷害自我概念 不會對不對 他會再接再厲 越挫越有 不斷的打不斷的打 打到破關為止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壓力 他在當中 他如果破關了 他就得到自我的滿足 他不會因為這樣 得到你的負面評價 但是他如果沒有破關 也沒怎樣 父母也不會說 你怎麼打電動沒破關 你怎樣 我覺得這個東西 反而是你應該要放在 課業學習上 也採取類似的態度 所以我知道怎麼樣 借小孩打電動了 他只要輸我就罵他 電動打成這樣 對 丟不丟臉 我說真的 就是很多父母 今天可以有點題外話 就是說 孩子很愛打電動 怎麼樣讓他電動不要打 很多父母採取 就是禁止的態度 你越禁止孩子越悲壯 我這麼熱愛 父母這樣禁止我 他多可憐 其實我們要挫傷孩子 這樣很壞心 你要讓孩子 一個他很有強烈動機 要去做的事情 你如何讓他 盡可能不要做的方法 就是 當他有強烈 內在動機的時候 你就加上 你的外在仇傷 去挫傷他的內在動機 哎呀 什麼意思 你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來說 一個孩子很喜歡做的事情 如果他打完電動過關之後呢 爸爸媽媽就跟他說 哇你好棒喔 電動打得很好 下次你電動再打得很好 我就買東西送給你 我就給你增強 你會發現 他那個東西破關的樂趣 突然就被你下降了 就是說他喜歡做的事情 明明他內在就得到自我滿足 還加上你外在的仇傷 會讓他內在動機大幅的下降 哇 所以 考試不能送東西 就這樣很壞心 就是說 我們在希望孩子功課好這件事情上 他在功課好 他如果這次考試很努力 結果他考了九十幾分 或考了一百分 他是已經很滿意了 對 結果你在他很 自我感到內在動機的時候 還說 啊你好 這次考得很好 所以我給你錢 所以我帶你去吃大餐 老實說 你就這就是用外在的仇傷 在降低他的內在動機 但是我們在打電動的時候 就不會做這個事情 所以電動這個事情就 不斷的被增強 學習這個事情就 不斷的被削弱 所以你其實 反而要稍微 反過來一下吧 所以玉如老師意思是 不可以用獎品來講上來 很不好的好嗎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當他 當一個事情 孩子本身是不喜歡 討厭的時候 我們需要給他一些 外在的誘因 引誘他去做做看 這個是可以的 在事情的一開始 但是你不能始終 一直用外在的方式去讓他學 你要讓他嘗試了之後 在當中獲得一點點成功的經驗 他開始在學習中 得到自我的滿足跟樂趣之後 你的外在獎場就該撤掉了 所以慢慢的 我們就會要形成一種態度說 孩子考得很好 不錯啊 反正考得好是你的事 可是他自己 自己在學習中得到樂趣 然後當他學得不好的時候 他並不會有什麼 就不會怎樣 因為當他面對失敗的時候 不會有來自外在的評價跟關注 這個事情就會讓他在學習上 不要那麼害怕失敗 但是也不要矯枉過正 我知道有一些家長 就會因為害怕給孩子 錯誤的外在東西 所以小朋友說 媽 我這次考很好 那是應該的 我覺得那個高興是為他高興 對 而不是為自己高興 對 我覺得為他高興 你真的很努力 然後你表現得很好 媽媽覺得你很棒 OK 而不是說你考得很好 太好了 趕快去跟隔壁的李太太講 我兒子考第一名 我覺得是不一樣 我們為孩子付出的努力 有成就感到開心 是OK的 是OK的 對 好的 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 玉琳老師最後幫我們做個總結吧 當孩子在上學 或者是在學習的時候 失去動機 或者是質問爸媽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做 好 我想孩子在跟你說 這個東西有什麼用 我不想要學的時候 其實他是在發出一個警訊 或求救的宣討說 其實我需要幫忙了 我需要你的幫助 所以我覺得爸媽媽媽 聽到孩子這樣講的時候 就看一下說 你到底遇到困難的是哪一個科目 你先同理他一下說 這真的很難對不對 這真的 我們來看看到底發生什麼事 然後看一下他發生的問題的環節在哪裡 幫助他把他不會的地方 把他搞懂 然後呢 我覺得什麼東西最能夠增強動機 成就最能增強動機 這樣也許講有點殘酷 成功帶來成功 所以你先要幫助孩子 在他認為困難的事情上 把他搞懂 有一點點小小的進步 而這個一點點成功的經驗 就讓他覺得說 其實我也沒有這麼難 其實我也可以進步 這個成就就足以支撐他 在做下一階段的學習 所以爸爸媽媽你的察覺 你的分辨跟你的幫助 就會變得很重要 嗯 好 非常謝謝Yu老師今天跟我們的分享 也希望大家能夠在我們影片下面留言 如果你有什麼樣 增強你自己內在學習動機的一些經驗 也可以跟我們大家一起分享 那記得訂閱 按分享 還有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如果你想更進一步知道 如何增進孩子的學習能力 以及在課業上面對這些困難 我們可以訂閱周育如老師的線上課程 12堂課打造孩子的課業力 在親子天下線上學校都可以看到喔 按個文章